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长谢国良表示将启动连政平台 希望强化市府采购案件的监督机制 并协助公务员勇于认识 达到清联执政的目标 在市政会议后的记者会 谢国良市长会同阵风处处长向市民报告 为了确保公共工程采购案的推动进度 并兼顾品质 由市府判定重要的公共工程采购案 如有必要将启动连政平台 除了市政府阵风市之外 也会邀请地检署 连政署 调查站 市情况派员参加 市府阵风处还特别前往新北市政府取经观摩 所以呢我们会开始成立 跟大家讲这个基隆市政府的采购 及重大工程的连政平台 那这个连政平台是怎么样的运行机制呢 就是在未来重大的这个公共工程 以及重要的业者的评选 我们会由本府或政风处 对于判定重要公共工程采购案 有必要的话 我们将启动连政平台 那当然我觉得应该还是要一定的金额 一定的制度化 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们会授权 政风处 包括鲁处长在内 来订定一个标准 来成立所谓的基隆市政府的连政平台 那成立连政平台以后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跟大家来解 放这边就好 我跟大家来在我旁边一点 来跟大家来解释 就是在这个连政平台成立后 当我们觉得这个会议 这个是重大的公共工程 或者业者评选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发函邀请 包括地检署 包括连政署 以及调查局 就是我们俗称的检联调 来参与整个评选的这个过程 那这个参与这个评选的过程 就可以让这个很多外界 更了解到这个评选的内容 要不然现在有很多所谓的 公共工程的评选 其实外界是并不了解的 所以我们启动了这个连政平台后 就可以让减联调 进入到这个评选的过程 那我再跟大家说明一次 双北包括台北跟新北 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存在的 唯独目前我们基隆市 是没有一个这样的机制 所以未来我们也要成立 我们自己的连政平台 重要的公共工程 重要的业者评选 我们要引进这个专业的人士 跟我们共同与会 那我们做这样子的目的 是主要是有两个 第一个 我们要杜绝外部不当的干扰 因为我们其实了解到 有很多的公务员 其实他们是很想要认真好好做事 选出最好的厂商跟这个业者 来为政府为民众来服务 可是往往有很多很多外力的干扰 来自于不同的方面 有时候会让公务员是不胜其扰 所以我相信在连政平台启动后 在这些评选的会议中 有减联调的参与 我相信能够有效的 杜绝外力不当的干扰 那另外第二点呢 很重要就是要优化 我们监督的机制 只要有人看着 有人注意着 比照双北一样 透明化 那么我想就可以达到 青年执政的一个这样子的效果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另外针对通勤族关心的9026国道客运路线问题 谢国良市长指出 市府持续努力成功争取到上下班 尖峰时段的班次维持原路线行驶 并进入南港转运站 保障通勤族的权益 针对通勤族关心的9026国道客运路线问题 谢国良市长说 在市府持续争取与立委蔡适应的协助下 成功争取到上下班尖峰时段的班次 都维持原路线行驶 并进入南港转运站 保障通勤族的权益 我们现在9026跟各位媒体朋友 通勤族朋友报告 我们现在在上班尖峰时间 我们协调的结果 我们是会维持原来的路线 不会做任何的更动 这个不会做任何的更动 包括不会进入到细子市区的四个站 而且终点站会停在南港车站 这个部分在上班尖峰的时间 是确定通勤族的权益不会受到影响 但是在离峰时间 因为我们也在跟业者协调 也感谢蔡适应委员办公室 也在积极协调当中 离峰的时间路线上会做一些些微的调整 这个部分我会让交通处正式的来公布内容 那可以很确定的就是 据我的理解以及协调的结果 我们在尖峰的时间 通勤族的朋友通勤的路线 是不会进入到这个细子的市中心的那四个站 一站一站去停 然后最后只停到南港展览馆站 是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在通勤上班的那个尖峰时间 我们的通勤方法 通勤路线将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我相信我们现在做到路线 都在上班尖峰时间没有任何调整 对通勤族的权益影响 我们希望控制到最小 总之就是上班的尖峰时间 我们想办法全力把它守住 不要多花通勤族的一些时间 谢果良说感谢各单位的支持与帮忙 让尖峰时段的9026能维持原路线行驶 为通勤族守住了权益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创世基金会寄用分院举办送礼到家的活动 由一长童子委化身为创世志工 代表植物人贺杰亲自将年节礼和红包送到植物人 许妈妈的手中 创世基金会呼吁社会大众 响应送礼到家这项活动 让植物人的家属温暖过年节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委化身为创世志工 以及植物人的分身 代表在愿安养的植物人亲自将年节礼和红包 送到植物人许妈妈的手中 也慰问许妈妈的辛苦 并且协助许妈妈贴上新年春联感受年节气氛 我想我今天来到这个73岁的阿嬷在我旁边的案家 她已经照顾她的儿子十年 已经变成植物人十年 那最近这两年入住了这个创世 那我想这个过程非常辛苦跟艰辛 那我想我们今天来到阿嬷的家里非常感动 那创世呢 我们代表创世基金会来给这个过年前 来给这个案家给阿嬷一个这个关怀 跟这个祝福 那我也带着创世准备的这个礼物跟红包 让这个阿嬷今年的过年 可以有一个温馨热闹的感觉 那我们也要呼吁民众 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给我们的创世 来照顾真正弱势跟需要帮助的人 那我想这是一个社会非常爱心的力量 我也非常敢配创世基金会的所有志工伙伴们 这么努力来照顾我们所有的愿民 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 让我们这个社会更有爱心的循环 对于创世基金会基隆分院 以及议长童子伟的贴心和爱心 独立抚养植物人孩子十年 这两年因为上了年纪 不得已才把儿子交付创世基隆分院 安养照顾的许妈妈 由衷感谢和感恩 感谢创世这边的人 对我儿子真的很照顾 真的很谢谢他们 创世基金会呼吁社会大众 可以共同响应认助送礼到家这项活动 让植物人家属农历年前可以感受来自社会的温暖 我们代表就是植物人的个案 然后就是送礼到家 那是给家属一份就是温馨的过年 希望就是他们也可以感受到说 其实虽然子女在我们安养院 就是不方便 就是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过年 可以由我们来代表 他们来送出这一份礼到家这样子 希望就是他们还是可以安心过个好年 就是我们送礼到家 然后吃饱三十的这个部分 那年礼的话一份是六百元 那加上一份红包的话是五百元 希望可以提供就是他们温馨过个好年这样子 然后给他们一份关怀 立委蔡适应也特别指派服务处副主任一起参加这项活动 表达对认助创世安养植物人 以及送礼到家慰问植物人家属这项活动的支持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快过年咯 市议员郑文庭与仁爱区厚德里 携手书法家在台铁基隆站与厚德里两处 举办辉豪送春联的活动 分别送给台铁旅客与厚德里的李明 让大家欢喜迎接兔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画面现场是台铁基隆站 基隆市议员郑文庭与仁爱区德后里 携手台铁与基隆市书道会和沿路书会的书法明家们 共同开笔 举办辉豪送春联活动 让进出车站的旅客索取春联 感受过年的喜气 明家辉豪正春联这样的一个活动 今年是第二年 由我们仁爱区公所来主办 那德后里办公室协办 以及我们服务处 还有我们的基隆书道会等单位 一起来共襄盛举 那我想过年前 大家都会有这个打扫 家里的这一个习惯 家里打扫干净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春联贴在门上 讨个吉利 让藉由民家辉豪 让我们整个的传统文艺能够推广下去 然后让我们民家的一个传统能够记忆 能够发扬出去 搭火车的旅客 不管是回来基隆 或者来访基隆 或者从由基隆出发到别的县市 都能带着这新年的春帖 就是我们的春联 满满的祝福 开启新的一年 今天很感谢郑议员 还有庄理长 以及书道会的各位老师 大家鼎力相助 让基隆站进出的旅客 能够提前感受到过年的气氛 力度和新春 除了台铁基隆站 市议员郑文廷与德厚里里长 也邀请书法明家 来到德厚里内写春联 李明热情响应 纷纷前来排队索取单张 或是传统的对联 书法明家们也应民众需求 写下各式吉祥话 让民众开心地带着春联回家 透过辉豪送春联活动 也让民众感受到了满满的棉位 记者陈淑平基隆报道 另外欺读词奉公 不受疫情的影响 连续第42年 举办冬令救济爱心活动 发送慰问金 白米 日常生活用品等民生物资 给280户左右的弱势加户 深受市议员张耿辉的支持 包括机动市议员张耿辉等地方人士 一起出钱出力做善事 陪同慈凤公住池 以及主委副主委和志工们 发送总共将近280户 每户500元的红包 以及白米 棉被或毛毯和沙拉油等日常生活用品 以及民生物资给弱势民众帮助他们 包括机动市议员曾怡方 以及机动市议会议长同职委指派秘书到场关心 这也是为在机动市七堵区的六堵慈凤公 受到奉赐主神玉皇三公主娘娘慈悲感召 连续第42年举办的冬令救济爱心活动 这个物资的部阵皆由社会爱上行人士 跟公众的各师兄师姐 大家全力的支持赞助 那今年的一些比评部分 有高级的老产棉被 跟我们的红外线的石墨漆 然后也提供 有师兄师姐提供赞助 救济我们的清凡家庭 然后希望说石墨工藉由这次的爱心活动 将这个小爱发挥出去 然后让这个社会更加的享和 然后让人民的身体更加的抗产 若是民众前来领取冬令救济爱心活动的 慰问金和物品 让受到帮助的民众倍感温馨 像是我们石墨工 还是比较的两者两者的准利 替过无情 帮助民众们长期来结合 我们的通德族 以我们公庙的师兄师姐 还有我们一些社会的三星人士 众狼牌 积极的一些物品 在初学期间 包括将近更让我们视频会感到一种 写通送看的一种风转的感觉 那石墨工在梗威二职至今延安下二十几年了 还一直也参与我们石墨工的一些公立的救济活动 石墨工祝大家 祝年秦大力 和家平安 身体健康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大家请安问好 谢谢 加油 我们变成一个爱的团队 来关心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孩子们 终于可以接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合肩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盛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所以我已经终于上了 我没事吧 没有WiFi 我的WiFi 没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欢迎回到中加新闻现场 今年的春节长达10天 为了要避免连续假期塞车 公路总局宣导基隆 北海岸东北角交通疏导措施 基金一路到基金三路 将实施弹性的调拨车道 同时鼓励民众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而中长途国道客运 也推出优惠票价 今年春节廉价长达10天 民众出游返乡 基隆地区预估车潮 会出现在基金一二三路 基隆到万里 以及台二县瑞兵道福隆路段 是最容易塞车的路段 基隆地区 如果说会有比较大的交通量 通常的话是从国武返回北返的车流 或者是说来到万里去做一个理由 在傍晚要回去的车流 容易在万里基金路这边 会有一个用塞的状况 这部分我们会启动一个输运的机制 就是透过我们在基金公路 会去跟警察局去监控它的车流量 如果到达800个PCU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开始去做一个监控 那如果达到1000的部分 就会启动一个调波的一个车道 让用路人可以有一个舒适便捷的一个交通 为了鼓励民众搭乘客运 公路总局协调多家业者 实施87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 想平日票价 会员票价85折优惠等措施 今年的一个春节廉价长达10天 然后公路总局对所属的一个 公路客运的业者 其实都已经有要求做好各项的防疫措施之外 当然就是相关的运能部分也要确保充足 那这次的一个预购票的部分 目前到1月3号为止总共预售6.34% 那代表就是说还有相关的一个车票可以去做订购 那至于相关的一个优惠的部分 公路总局针对1.12年的部分 也鼓励大家就是搭乘公共运输 然后提供了87条的一个国道的一个客运票价优惠的补助措施之外 那另外针对47条台湾好行的一个路线 也鼓励民众使用电子票证搭乘的话 也有想半价优惠 那针对就是搭乘公路铁路还有高铁 就是转乘的话 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转乘优惠措施 那针对前往东部地区旅游的一个民众的话 公路总局也提供了两项的一个优惠措施 第一个是针对就是搭乘北以北花路线的部分的话 也可以想租车优惠 那凭租车的一个评证的话 回程还可以想一个票价的折扣 汽车会折200元 然后机车可以折100元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你有持合法的一个东部旅游的一个住宿评证 或是台湾好行的一个体验套票的话 你搭乘北以北花的一个国道客运路线的话 可以想市人同行一人免费 那回程还会再加码200元 那只是针对东部地区的部分的话 这个优惠只能二则一让民众来自行使用 公路总局会议用路人返乡旅游多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开车尽量利用替代道路并避开尖锋时段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今年因为海象不佳 渔民无法出海捕鱼 导致鱼价开始波动 像是大明虾一公斤就比之前涨了300元 至于年节加户必备败败的白昌 捕获的鱼体则是偏小 还好鱼饭之前都有备货 尽量别让价格涨幅太大 农历春节快到了 于是出现采买鱼货民众 草虾大明虾即象征 旺旺的白昌 年节都很抢手 你吃三个年 虽然市面上应有尽有 但最近因为天气不稳定 海象不佳 渔民无法出海 导致鱼货量降低 价格也跟着上扬 现在黄粿 野生的 台北有得很好吃 量很少 渐渐会缺货 我们因为不完 我们都两十度好 不完我们就不买了 都定好了 航空他要起床 大家为的买不 没定的买不 所以他就起床了 国府中人就去买了 以大明虾为例 一公斤八支庄 义合约1800元 一公斤17到18支庄的 则是1500元 比起过去 贵了约300元 涨幅约20% 这次大概300多到490左右 300多到490左右 对 因为是寸子 所以比较小吃就对了 小一点小吃 小一点就对了 而年节 拜拜必备白昌 由于今年的雨体偏小 500公克以上 雨货量不多 涨幅约10%左右 一尾600到700公克的 鲧鱼 大约涨到700到850元 更大一点的 800到900公克的 更是来到1400元以上 现捞的更贵 一斤至少要2000元 至于500公克以下的 价格没有太大影响 台湾的市场 就是你400到500的跟500到600的这个坎价钱是差最大 因为你过年可以当送礼的一定要500以上的才购到一个规格 你要当信礼拜拜一定要500克以上才有办法去 所以这个价钱它就跳上去了 比如说300跟400的苍蝇跟400到500的苍蝇 那价钱变动是不大 是有点小差距而已 差别在一斤差别在50块 但是你400到500的 跟500到600的 那里面的差距就非常大了 余范说 越接近过年 价格都会起起伏伏 但他们会尽早备货 尽量让价格平稳 才不会影响到民众采买的意愿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一探白米旺炮台的秘境 月老休闲园区 住在白米旺炮台旁的康宣文夫妇俩 把自家后花园整理修建 依循月老的指示 开放与人结缘 没有想到外线市的民众好康相报 成了热门的私房景点 景色天然暗悠闲自在 为在白米旺炮台旁的白米旺月老休闲园区 吸引了不少外线市游客驻足 更有不少团体预约 近两年成了周山区的私房景点 为何会有月老祠堂 这是一段奇妙的因缘 要从康宣文 梁家元夫妇俩 在南投日月台拉卢岛 奇妙相遇说起 我们的月校老人 他主要就是从日月台光华岛这边 那就是当时921的时候 就因为一个大地震 所以说他就把光华岛给震垮了 那当时月下老人他就辗转 就找到我希望能够我协助他来继续弘法 因为早期我是从事两性婚姻的咨询 就差不多30年前的事 那后来他找上我之后 就音乐巧 他就找到我们这个白米旺炮台这边来 那为什么他会住在这个地方 后来我问了他之后才知道说 原来他是一个很不念旧的一个去天神 这边是光华路 我们背面有一个光华塔 他执着在他这个光华这两个字 对 那越南园区的行程也是因为有月下老人 所以我们行程 那主要他就是一个愿 希望怎么样 希望广结善缘 然后寻找有缘人 过来这边跟他一起结缘 走进月老祠堂 桂圆糕 水果 百满共桌 还有结缘品与人结缘 主管人间男女婚姻素配的月老 也成就了多段佳话 很多人都以为说月下老人他只有求音乐 实际上他主要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智慧升华 所以说求月下老人除了求音乐之外 我们可以跟月下老人求智慧 求人缘 还有贵人 还有家伙 音缘 福气这方面 做这个园区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说 希望能够跟我们的游客 还有当地的里民 做一个广结善缘 毕竟我们也老了嘛 我们就是在地老化 所以说希望借由这个园区 我希望能够带动社区的活络 然后给我们夫妻 就是做一个退休后的一个生活 他是一点一滴 他努力来 所以他有这个地方 让我们有这么幸福 所以享受 真的好感动 福福良以月老为信仰 打造园区朝旅游景点迈进 在这里休息完 还可以就近爬上百米望 眺望着太平洋与海岸之美 看看日志时期 常见的分客式钢筋构造 重进而成的炮台军火库 在这里吹着微风 及欣赏风景 与三五好友一起体验慢活人生 禁止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终于可以接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合肩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圣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圣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这有一集终于上了 我没希望 没有WiFi 我都怕 没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